好 所以老师 什么是推背图 好 来 我们来看看什么推背图 好 中国古代的一本 预言书 既然叫推背 所谓的预言其实是 见为之著嘛 对对 见谷之今 统计学的概念 对 观察一个现象 然后长久以来 你自然就合理可以去做预测 就好像我们做股票 我们有收集很多大数据 我们在根据未来的情势去做判断 那明明有逻辑给你推 我来给你做预测 我也是一种推背 对 没错 我们这个股推嘛 今年有三大好消息 是 第一大好消息 我在过年前我也跟你讲 几绪对号灯是不是来到黄蓝灯了 有没有 黄蓝灯其实已经接近底部了 然后接下来就要往上走 对 再来第二个呢 通膨 现在不是说想要降息 对 因为通膨掉下 对 我在一年前就告诉你 为什么呢 我说通膨比的不是上个月 比的是去年同一个时间 对 再来第三点 那最后第三点有没有 今年经济成长预估也不错 相较去年是1.4 明显回升 所有的研究机构 对 都是给好评的 欢迎好朋友来到 古海大丈夫之陈诚聊产业 陈诚老师好 陈诚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太好了 全新的2024年 好朋友们 你们期待的陈诚老师 终于回来了 虽然老师你 还是舍不得从雪国回来 对不对 你好像只讲错 讲对一半 我想大家不是只有期待我 好不好 大家应该更期待你吧 没有 我也不过去雪国 对不对 十天没看到老师 九天 因为请前后货 加上去 那给两周 好不好 两周 大家其实很想老师 对不对 不是想老师 大家应该更想天心 因为天心 一整个月被我强制休假 对不对 一整个月人都不见了 没有 我们这个一样 每天心都在跟我们投资朋友在一起 老师即便人在滑雪 但是老师呢 一样带着会员操盘 哇 爆发出来的那个绩效 真是亮丽啊 那这是标雪 标到连股票都标起来 标速度标获利 对 所以 所以经过这一次 大家就更确信 股票不是盯着盘坐就会 就会涨的 对不对 对对对 你整天盯着它都不涨啊 是啊 对不对 去滑一趟雪滑 每一次都标起来 喷翻天 所以雪对对了 雪到对了 雪球才会越滚越大 对不对 老师在带着滚雪球越滚越大了 所以今天是 选对坡 选对坡道 方向对了 努力才有意义 对 然后那个雪球 就可以越滚越大 你的财富获利 可以越滚越大 好我们其他2024年 大家都能够 那个雪球滚到最大 然后呢 获利大喷发 没有最大 只会更大 因为我们的坡非常长 对不对 对就像 那个 没有人能够超越陈诚老师 只有陈诚老师 才能超越陈诚老师 好老师 那我们要回言归正传了 今天是 2024年的第一个 新春红盘交易日 那一年之计在于第一天 我们第一天就帮他放眼 先看一下 这个2024年 金龙年到了 这个龙年老师你怎么看 那金龙 应该说乾龙已今年 一笑正伸山 好这个龙会怎么正伸山呢 讲到龙 大家就会想到我们的钱挂 对 对不对 从初九布局 在 潜龙勿用 在潜龙勿用的时候 到九二 立见大人 现龙在天 立见大人 然后呢 九三 君子终日浅前 戏地诺 立无咎 是 九四 或要再冤 无咎 不用担心 没问题啦 Don't worry 九五 肥龙在天 肥龙在天 立见大人 有没有 那再来 九六就要 抗龙勿用 上九啦 我们讲上九 抗龙勿用 好 今年的走势 我跟你讲 其实每年喔 每年都有一个 我们说 循环周期吗 其实每一季都有一个小圈挂 对不对 每一年又有一个大圈挂 每四五年国安基金互盘一个周期 又有一个大圈挂 对 对不对 我前一阵我跟你解那个景气讯号灯 对 那也是一个大圈挂 有没有 有 OK好 所以 每个月有每个月的节气 对不对 像今天 今天干嘛 今天是一开始嘛 今天很多股票都跌了对不对 对啊 前两天大涨的 上周 为什么今天就跌了咧 老师 记家 对不对 记底 年底 做账 做一做 就是飞龙在一天 卡龙有鬼 今天又要结账了 有没有 我们跟你讲说 有些个股会在最后一天 拉到相对高 不敢说最高是因为什么 因为有些是上去套牢下来的嘛 像八月份的记下就是拉中 投信套满手 反而套满手的嘛 那年底做一下 果然啦 上礼拜 对啊 做个到270以下就下来了 对 今天一下 给你砍到250以下 对 很快 有没有 立志 也是耶 对不对 320以上今天砍到310了 对 310以下 所以今天最猛的是哪一档 陈盖威风 谁与针锋 谁与针锋 对 290以几 我想说会不会到300 对不对 想当初才220 230 240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陈诚看念谷 好猛喔 陈诚看念谷 你跟着我们怎么样 山头斜照 却香淫 却香淫 买起来报好报牢 有没有 没错 不用去盯盘啦 对 对 对 我们雪照滑 对不对 大餐照吃 对跨年继续照样去看烟火 那个帝王蟹松叶蟹吃到饱 真的好幸福 股票照样标给你看 是 好来 所以 今天呢 竟然1月1号 元旦 1月2号 第一个交易日 我们已经不用跟你长望位 过去了 我们毕竟跟你回手过去了 因为 过去是在去年的交易日 我就告诉你 一整个12月我就告诉你了 你今年没赚到 去年没赚到钱的 你要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 对不对 明明去年一整年 我们的会员都赚到盆满钵满 对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去年明明很多族群 都有一个一个标起来 为什么你却一个一个都落空 没有赚到 一开始有赚到 后来却 怎么样 一个族群一个族群 原本赚到变被套 那就是有问题了 那你过去几年就这样子嘛 所以现在呢 改变一下 过去已经过去了啦 我一直告诉你说 你今年能不能下定决心 不要再去玩韭菜游戏了 不要再去玩鱿鱼游戏了 总是一直规定 不要再去玩大富翁里面的机会跟命运 给你每次抽到 对不对 进两步退五步 你要好好怎么样 是时候改变啦 是时候要改变 真的 对不对 找一个够长的坡 学球滚起来才越滚越大 找到坡还没有用 你本身要是那一团湿的雪球 这都是巴菲特讲的 我现在都是我读过的书 我把它实践过 对 然后成功的翻例 内化成我们的成功用心法之后 来告诉你的 是 对不对 我本身是喜欢滑雪的 我们滑雪不会找那短的坡 超没趣的 还没深都还没热到深有没有 又要重新再坐缆车再跑一次 那没意思 所以我一定挑一个最长的有没有 最长的坡道 我宁可一开始不嫌麻烦 对 我多坐几趟缆车 上去倒面 我就给它上到最高的 然后我就要挑一条坡 我可以滑到最山底的 最过瘾 才会过瘾嘛 对 对不对 同样啊 做股票也是啊 你要挑一个怎么样 够底的底部 然后标起来可以让你一段怎么样 大波段获利 可以做到爽 对 有没有 真的 好 所以接下来进一条年 好 那我讲说 好 坡要挑 然后怎么样 雪球滚大的条件怎么样 雪要够湿啊 对啊 你的这一团雪干干的 同样一个坡这么长 别人滚的就比较大 你滚就比较小 懂 问题出在哪 你本身的条件 对 对不对 所以要修正好你的怎么样 操作方式 懂 不然一个很长的坡给你滚到了 但是 结果别人赚很大 你赚一点 很可惜 你心天不良 对 也很可惜 好吗 懂 好 那今年呢 雪球怎么滚呢 我们先从今年一整年 我们其实每一年 我就跟你会预测一整年 其实从去年年初的时候 我用几个想法 我用几个观念告诉你说 去年已经升息都升得差不多 虽然前年到年底 最猛的是前年一整年 就给你升了13码了 2022年 所以我说去年 对不对 这个库年再给你升的话 顶多是一码 两码 三码 对比前年已经没那么猛了 对 所以去年你不要太担心 再加上 当然你要追高 你话担心 对不对 好 来 但是加上去年 今年有怎么样 去年有今年的选举行情 很重要 推波助澜 所以只要拉回 有我们怎么样 有底气在 有八大航库用力帮你护盘 而且老师今年不只是台湾要选 美国也要选 对 有双大选 所以去年过了 我们今年一月要准备要选了 对 113 OK 好 那选完呢 嘿 选完谁当选都一样 我坦白跟你讲 就回归 对 回归正轨 回归 经济面 那经济面呢 已经不深了 对不对 我觉得 台湾就这几年就这么的 那叫怎么样 这个蒙天垂爱 真的 对不对 天爱台湾 天爱台湾 天爱富台湾 对 本来想要选完的 政府不会护盘的 没利多了 偏偏今年要降息了 对不对 政府不帮你护 谁帮你护 有 联准会 FED FED帮你护 为什么要降息了 对 这个资金即将如怎么样 热钱涌入 滔滔江水 我不敢跟你讲海啸 但是源源不绝 因为昨天日本才地震 对不对 我们是有福之人 祝福他们 希望 我们一离开 日本花弯雪回来了 对不对 老师真的很有福气的 对不对 我们是这个有福报的人 对 永远喜欢雪中送炭 好来 所以今年的热钱 今年有美国帮你护盘 FED来了 对 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那再加上就是要降息 然后美国又要大学 所以今年美股绝对没有崩的机会 有没有 因为只要一崩 那个鲍尔就会找 拜登就会找鲍尔过来喝咖啡 对不对 记得我们以前台股在崩的时候 对对对 之前的 这个央行总裁 就会澎湃南 就会找外资来喝咖啡 皱着眉头喝咖啡 对不对 咖啡一喝 有没有 外资就不敢一直卖股票了 懂 好 所以老师那我们今年一整年 既然有这么多的 那今年我要给你关注一下 来导播我们来看一下 金融年 对不对 我们怎样 沉闯古海 沉闯波兰古海 对不对 大丈夫推背图 一图一试看懂 老师 什么叫推背图 推背图 哈哈哈 讲到推背 对 说到推背 不是你说的那个巧鼓推背 这个推背是什么推背 不是跑去按摩抒压 对对对 我这要说巧鼓推背 这个推背是大盘推背图 对 讲到推背 我们顺便给大家上 来分享一下什么叫推背 对啊 对啊 其实我们的节目 不只做股票会赚 我们要清闲易懂 让大家都听得懂 我们的人生 也要学习 会长见识 对不对 长知识 对不对 好所以老师 什么是推背图 好来 我们来看看什么推背图 好 老师来帮大家真的是准备了 下面给有推背图 这真的有这个东西 来 看看 这从维基百科找的 明朝的推背图 叫推背图 它其实流传是中 我们中国古代的一本怎么样 预言书 预言书 既然叫推背 就是预言 可是其实有时候 所谓的预言其实是 有这个我们讲说 见为资助嘛 对对 见谷之金 对不对 统计学的概念 对对 就是说你观察一个现象 然后长久以来 你自然就合理可以去做预测 就好像我们做股票嘛 为什么很多一层层居然可以 预测接下来走势 那是因为我们后面 有收集很多大数据 然后我们再根据 这个未来的情势去做判断 比如说 刚刚是不是跟你讲说联准会 接下来可能这样 前年已经升一整 一整年了 对 今年再升就是没几码了 这个就是有逻辑可推 那明明有逻辑可推 我来给你做预测 对不对 我也是一种 而且是合理的 我也是一种推背 对 没错 我们是兵推嘛 对不对 我们是古推嘛 对 好来 好来 好那传言 这个推背图 老婆们回来试探 是谁 来 唐太宗李世民 让他的天文学家 叫李淳峰跟相似 元天刚 做的这个 关于大唐的戏运 OK 后来呢 历朝 历朝都根据他 因为 改朝换代之后 梅朝皇帝也想要来改一下 对 所以 也要有个推背 串改串改 所以现在历史上 有怎么样 有六种不同的版本 那两种都不一样 所以 现在推背 已经不是唐朝推背了 对不对 现在已经来到 现在我也可以来一个怎么样 橙橙推背 对不对 橙橙2024的古海推背图 是 好 好来 那 讲到这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哼 讲到这 嗯 等一下 我们会跟你讲一个 好 其实这个是我今天在工商看到的色论 叫做什么样 嗯哼 他讲说 颜霜烈日皆经过 对 赤地春风到草炉 哦 这其实是一首诗 嗯哼 什么诗呢 其实各位 颜霜烈日皆经过 赤地春风到草炉 这是诗啊 嗯 那我们有没有跟你讲说 这个怎么样 嗯 嗯 我们曾经跟你讲过 昨天很长酷 明天很长酷 后天很美好 对但是 对不对 或者我们跟你讲说 春暖花开 对 对不对 其实意思都一样 嗯 那当然既然讲到这一个 嗯 我们跟你讲一下说 这句 这句诗从哪边来的 好 哎 老师真的很用心 有没有看见 真的 你可以学到的 原屡诗 原屡诗诗 戏作 对不对 你看 连元朝的诗人都要想着诚诚 有没有 老师你也好厉害哦 因为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 对不对 大家词而愿 一直在诗诗诗 诗诗老师什么时候回来 因为我们今天要讲说 诗诗的古海推背图嘛 对对对对 所以来诗诗一下 所以我们要用 你诗诗的细作来解一下 对不对 了解 颜双烈日接近过嘛 四地春风稻草炉嘛 原来如此 对不对好 不敢妄为 不敢妄为 对不对 蝎子是 然后呢 只因成读怎么样 输航书 成读输航书 对 颜双烈日接近过 赤地春风到草炉 是 我很快跟你讲是什么意思啊 好 我们用总结一句话 对 白卦文 诗诗诗做诗人 很散耶 人家做诗赚不到什么钱 其实就像现在做古文老师 对不对 教笔习班赚钱 对 可是你现在如果做诗的 没有啊 现在做歌的会赚钱 对不对 像那个 对 方文山啊 方文山跟着那个 作诗给周杰伦 是不是 就跟着吃香喝 像陈信鸿阿信的词 有没有 所以我们只能讲说 吕诗诚当年生错年代 这年代他把这些诗拿来给这个谁 给周杰伦 周杰伦 他就赚满 他就不会去 典荡他的衣服 连鱼都买不起 对 连断他的春袍 去办 办早饭 对不对 那因为要把衣服拿去典荡 他老婆就很犹豫 对不对 因为可能 可能这个 荡了之后就没好衣服穿了 对啊 舍不得 好 好 那瓶中还有醋可以拿来烧菜 对不对 但是因为没有钱 买不到鱼吃 对 连鱼都买不起 对 蛮惨的 好 那他说不敢妄为 就是说 因为他们有读书的 没钱就没钱了 他们也不敢胡乱去弄钱 对 他们就是走正道 对 你看这个 天津的国文遭遇不错 没有 也有学习 对 那他就安慰他妻子说 炎双烈日都经过 对不对 赤地春风就倒吵了 熬过去 春风来了 日子就好过了 在春风里 对 所以呢 我常讲在春风里 对 你看 就是这样子 就会温暖了 在春风里谁 在春风里是 陈之凡写的一本书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听我们的节目 真的 你的文学 鼓尔也会变好 也会真的提升 好 来 好 所以呢 诗的由来就是 原朝的吕诗诚 对不对 想诚诚的时候 做出来这首诗 有没有 好 来 那我们现在 要跟你讲 来 既然这样讲 大家要讲说 寒冬已过 冬 春风 春暖花开 懂 那春暖花开 你要用正确的方式做股票 你才赚到钱 是 去年也好几个春暖花开的族群 对不对 对 你有没有能赚到这个旅游股 疫情嘛 结封嘛 对不对 现在大家都出于旅游啦 是 那你有把你的旅费赚到了吗 嗯哼 还是你的钱被套在雄师 套在三富旅游 套在三百块的精华 嗯 有没有 好 去年本来就已经从 前年的 升息风暴里面 早就去年走一波上来了 对 一定上来了 所以到底说你的 你要是 跟着我们这样子稳稳的做 你应该在去年 嗯 富贵稳中求你还是赚大钱 没错 是真的 嗯 所以一样今年照样哦 明明就知道有什么样 有降息来了 对 有热钱来了 那你会不会又没赚到钱呢 有没有 那这样太可惜了 好那我很快跟你讲一下 嗯 今年有三大好消息 是 好 老师我们的三大好消息 第一大好消息 我在上 过年前我跟你讲了 我讲什么样 景气对号灯 对没错 景气对号灯是不是来到怎么样 蓝灯 来到蓝灯 黄蓝灯了 有没有 嗯哼 这是我上礼拜就已经领先跟你 对不对 领先跟你遇到的 黄蓝灯其实已经接近底部了 黄蓝灯在底部 然后接下来就要往上走了 对 他复苏对不对 他说23分 就会算稳定的复苏的绿灯 但现在来到多少 20分了 对 那你说这会不会持续增加 嗯 好各位 这个分数是跟什么比 跟之前的比 所以之前那是烂 后面好 分数就要越好 懂 对不对 就好像一个好学生 对 成绩都考90 到100 觉得没什么 他的整个空间很少 觉得没什么 不会引起你的注意 对 对 可是如果有一个 平常都是五六十分的同学 进步到90分 我给你讲老师眼睛已经灯大大了 给他进步讲 有没有 对 那个人就是我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 因为我国小一天到晚被打啊 成绩又烂不 因为不写功课啊 对不对 结果我怎么样 寒窗苦读三年 黑马就飙出 突然考进建宗 对 对不对 比起本来就第一名 考进建宗是没什么了不起啊 对 那个放鞭炮的时候 会在晨晨老师那边放鞭炮 我们从不及格不写功课了 三年苦读进建宗的时候 哇这个一举臣民有没有 天下之 对我们那一条夜市大家都知道了 真的 好就是这个feel了 所以接下来即将到绿灯 对 绿灯走 那再来第二个呢 来通膨喔 通膨怎么了 现在 即将往下 现在不是说想要降息 对 因为通膨掉下来 各位通膨掉下来 这个也是 我在一年前就告诉你了 为什么呢 我说通膨比的不是上个月 通膨比的是去年同一个时间 对 如果这一整年物价都没有在很急速的上涨的时候 那通膨自然就会怎么样 通膨率自然就会掉下来 对 就会开始往下 我记得我在之前 我还曾经在我的分享会 我跟你讲这个游几场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是 我说我不用每个月跟你去等数据好不好 对 我就可以给你预测说半年 过了半年一定掉 这就是陈辰的推背图啊 对啊 一年就跟你兵推了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一样 所以通膨就掉了 OK 这也是在我们预测之中 好 再来第三点 那最后第三点有没有 这个就是说 今年经济成长预估也不错 去年底押黄估3.12 主计处估3.35 是 中研院估3.0 OK 好 那这一个我们的 各大经济单位他们都有预测 国际或国际或币 国际基金 对我们台湾的预测也超过3 相较去年是1.4 明显回升 对不对 看到没 所有的研究机构 都是给好评的 对 各位这是总金面 对 我说做股票 你一定要了解总金 是 做股票了解总金之后 大盘拉回修正 别人会带你怕 带你去放空 带你去停损 我会干嘛 建立欣喜 关销剪钻石 没错 这就是你有没有产业 你有没有总金基础 经济基础 在这边做撑腰 懂 你如果没有这样做撑腰的话 我告诉你去年9 5月的时候拉回 你是不是去砍 黄连薰一来做AI股 涨上去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就傻眼了 傻眼了 对 每次锡股银行倒闭 你也去砍啊 我也在接啊 第一共和几对 你也在砍我也在接啊 没错 所以你发现大部分分析师 一看到行情不对 大盘指数一拉回 就带你砍砍砍砍砍 我带你怎么样 接接接接接 对 不然为什么我去滑雪 我股票还可以大赚 我可以这么轻松的去滑雪 能够掌握到大方向大架构 然后能够反人性操作 滋涵死 才能够让你持续过理 各位 我去滑雪那一个礼拜 对不对 我雪照玩 我雪照滑 可是在那一个礼拜之前 我的流产业哪一档股票 在起标之前我没有跟你讲过 双A各位 是不是起标前就跟你讲了 然后记忆体是不是也都告诉我 到年底的标出来的励志 PMIC 电源管理IC CDKY 哪一个创新高 不是在一个月前就跟你讲了吗 甚至微风 甚至两个月前讲了 USB 对不对 今天的微风到两三百的时候 微风 USB 享受普瑞 创为不是之前就跟你讲了吗 没错 超级一笔早就跟你比过了 是 对不对 只是你抱不住 对不对 那我们抱得住 对 我们轻松就滑雪 股票照样标出来给你 没错 雪球对了 对不对 这个坡道对了 然后就滚出来了 好来 继续看 还有一条 要先进广告吗 好 我刚刚很想 好所以老师告诉大家 接下来 接下来呢 其实有三大 从总经看到的方向 能够告诉你 接下来 为什么老师看好2024年 接下来的大盘推并 我们要继续推下半场 继续跟你推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想跟着老师一起选对 播到 然后跟着老师雪球 越滚越大 小老鼠HIH888 小老鼠HIH888 想听陈辰老师 聊产业聊心法 或是您想和陈辰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 古海大丈夫来的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 萤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一起来聊聊 2024年老师从总经 帮您抓出了三大主轴方向 告诉你 好 接下来您可以看 很多从数据面 您都已经看到了方向 但是老师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要随时审慎的 要去纵观全局 对不对 总是还有注意的点 要注意些什么样的方向 好 刚讲好消息 对不对 那我们喜忧参办 就是说 我们讲说 钱挂的酒市叫什么 或要再冤 对 禁也可以 退也可以 好 退 在原地 也都没关系 即便有些波浪 波浪也无所谓 无救 好 那 乐观的展望下呢 要注意什么风险 来 导播我们看一下字卡 战争还没打完 有没有 对齁 尾巴也好 战争会牵动什么 石油原无料价格 懂 有没有 OK 拜登川普谁胜选 对后面经济有没有影响 会 大家蛮怕川普的啦 因为如果他上来这种狂人 就不知道给你搞东搞西了 对 没错 当初的贸易战也是他挑起 好 那我认为 乌俄战争啊 乌俄已经打两年了 对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结束 大家都一直在看 对 我觉得其实他说不定 载戏脱棚这么久 对 因为 现在战线拉到那个尾巴战争去了 OK了 我觉得美国又要总统大选 所以 他们总是希望能够大家都平静一点 然后也可以帮自己加分 对不对 照理说是这样的 对啊 但是这个局势就很难讲 就好像现在这个 船在鸿海 有没有 也要有军队去护 那又牵动这个航运驾 有没有 所以虽然是金融 但是这个金融感觉上 还是里头有波浪 还是很会滚动 对 还是有些波浪 来 那就台湾而言呢 我们的总统大选快出来了 对不对 对 113 好 可是在选前 大陆做了一个事情 ECFA找收清单 有没有 就他好像比较 石化领域12项零关税终止了 结束了 对 不再结束了 对硕化来讲 有没有 实力空 有没有 那另外呢 那个什么 台湾出口市场有三分之一在大陆 OK 所以如果ECFA这一个 我们跟大陆关系没搞好 对台湾经济 也是必然造成灾难 有没有 所以我才告诉你 不要做船长嘛 对不对 我早就告诉你了 台湾的竞争力在哪里 就在主星国家电子高科技产生 在高位产生 大陆绝对不会去针对 这一个高科技 电子高科技 对 去搞你 为什么 因为它需要 所以你要搞懂了嘛 环宇电台的我们从头到尾跟你讲说 我投资的主星股就是在 我们高科技电子产业 高科技产业嘛 所以你们发现 12月 12月有一段时间那个资金 从这个电子股测下来 一堆资金 开始就跑去买什么 航运 钢铁 结果呢 两三天就没了 对 所以那时候你把你电子砍掉 又去买航运钢铁的 你又追高了 难怪你不会赚钱嘛 懂 对不对 你为什么不跟我把台湾最有经验的公司 就是买好买满 爆好来 对不对 好 来 最后还有什么 好来 那 因为 还没降息 对 还没降息 对不对 那美国 他们现在利率还没下来的时候 他们那一些 会不会资金趋紧的现象 会去影响到他们的 比如说房地产啊 因为当初的雷曼 是啊 次贷风暴 当初的次贷风暴 就是因为美国升息 都还没降 2008 有人撑不下去了 车贷 学贷 有没有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但是呢 我对整体来讲 我还是蛮乐观的 好 所以呢 也就是大方向 2024年 纵观老师给了你三大方向 是老师所看好的 有这些优势推波助来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 一整年的一个行情 但是当中呢 我们在这稳中 我们在盛中 还是要求稳 然后呢当中有一些风险 我们要去小心的 留意的 要去避开的 老师刚刚也提醒了大家了 所以纵观2024年 想跟着老师 我们这个是 云从龙 风从虎 想跟老师富贵稳中求 好朋友们 你记得要找对波道 跟着陈诚老师 2024年 我们一起来开始 把你的学球越滚越大 当然新的一年 你也希望跟着老师 心存太安怨 但是呢 身弱逐波评的朋友 一定要找对方向 小老鼠HIH888 直接跟上 古海大张夫 记得我们的频道 订阅按赞 打开小铃铛 当然我们有先来各个斑别 想跟呢 跟上的朋友们呢 直接来寻我们的特助 寻我们的服务人员 再次感谢陈诚老师 心存太安怨 身弱逐波评 我有富贵稳中求 你才能够怎么样 见天地 见众生 想听陈诚老师 聊产业 聊心法 或是你想和陈诚老师 聊聊您的股市人生 现在加入 古海大丈夫 Lite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扫描 櫻幕上方QR code 欢迎您 一起来聊聊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